以前我們會覺得朋友街坊吃過會回頭 我們勤勤力力就可以做到生意 但在這幾年裏不是這樣 我們試過一天只有幾百元生意 根本連一個同事的人工都不足夠支出 每一天這些模型壓力真的無法呼吸 香港新冠疫情持續兩年 飲食業掀起結業潮 一間又一間你我熟悉的餐廳停業倒閉 但是位於荃灣的採紅串屍專門店都不例外 以前我們會覺得朋友街坊吃過會回頭 我們勤勤力力就可以做到生意 但在這幾年裏不是這樣 看著很多不同政府的政策 今天要洗手間 明天要探檢 接著又說要貼一張東西在門口 貼錯A4或A3 接著又拉拼封銀 每一天這種模型壓力真的無法呼吸 店舖以往只是開晚市 疫情最嚴峻時期 每個月洩高達6位數字 但為了員工有薪出有工翻 只好轉型 放棄真的很容易 但堅持更加難 其實是要顧及到我們肩膀上的責任 我們願意我們虧租 但一定要出到薪給同事 但當那個困境去到年 同事都出不到薪的時候 就決定了 不如我們把人手組在大埔那裏 做一些團購 可以送到你們的點 你們下來拿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會選擇一些比較冷滿 你家裏不會煮到的食物 去給大家吃 譬如我們有燒的扇盃 聖子 加上蟹竹 可以在家裏分享 團購地點無分地區 而Lazze都會堅持落場送貨 為了搭席一班撐到底的街坊 每次我們有什麼決定 你們都一呼百應去支持我們 那種鼓勵真的很窩心 我一下車揮手 是個個都跟我們揮手 然後說 Hello 聰明姐 多謝你 多謝你 哎呀 不客氣 我跟你們沒說 我跟你們做什麼事 多謝 多謝 喂 大佬 不要多謝我 我要多謝你們 每一次去到每一個點 都見到 哇 那些街坊站在路邊等我們的時候 那個景象是很壯觀 為什麼我跟四哥會堅持 每一次都是我們自己開車 我們每一次團購都送貨 就是我們想親口 跟每一個街坊說多謝 可能這個動作很微小 但在我來說 我覺得對於我自己是很大意義 疫情下街坊的支持 成為了不少小店的推動力 或者在香港成長的人 難免都有一種 不屈不撈的獅子山精神 希望香港人都可以力撐 真的要力撐 不同的小店 希望疫情退去之後 有些小店仍然可以有生存的空間 去服侍大家 我們繼續一起加油